俄罗斯总统普钦发表国情资文时说 不跟乌克兰人民为敌 没想到同一时间 俄军又对赫尔松持续发动火箭弹攻击 另外俄军在新战线派出了大军打正面肉搏战 救护车呼啸而过 农言直报铁皮砖瓦四散 又一起俄军无情空袭 大约20枚火箭弹周二射向赫尔松 公车站附近至少六位无辜居民死亡 讽刺的是空袭当下普京正好在莫斯科演说 大骂西方和乌克兰伤害平民 乱炸乌克兰人出气 因为前线僵局消耗的是大批俄军性命 主要战场巴赫姆特和布格列达尔中间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似乎成为最新交火点 最近一周乌军发现 俄军部队想方设法逼近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双方距离一度只有800公尺 俄军高层似乎把士兵当成没生命的娃娃 往前线丢弃不关死活 巴赫姆特前线更是如此 雪地僵持俄武每天互相发射炮弹 消耗战打不完 主要战场虽然在乌东 但俄罗斯声东及西轰炸乌克兰北部 让部分乌军无法往东南支援 而且也在白俄罗斯方向蠢蠢欲动 因此北面乌军积极备备战 实弹演练强力西方军武 包括德国反坦克火箭头 而在基辅拜登前脚刚走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来了 但和泽文斯基的记者会遇上插曲 这样一半停电 两国领袖幽默化解尴尬 但回归正题 讲话一向直率的梅洛尼 带来坏消息 西方战机 尤其是乌克兰指名的F-16 北约现阶段依然说 no 前美国驻乌大使比较乐观 他认为当初爱国者飞弹 坦克车也都是先拒绝再答应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晚间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开战一周年政治集会 普京指控都是西方国家挑起战争 乌克兰只是被利用的傀儡 重点是普京还下令要重启核事 在满场精英政要掌声中出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乌尔开战后第一场国情资文演说 不意外的炮口全部指向西方国家 在普京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欧美操弄的战争 俄罗斯只是正当防卫 马欧美国家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 普京向来习惯把重大新闻留到最后 这一次也一样 宣布暂停美俄之间仅存的武器控制条约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还下令俄国国防部重启核事 叫嚣着要把情势推向核战边缘 而这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底是什么 根据条约规定美俄双方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1550枚 双方可以互相核查 其约以十年为限 而目前的条约到2026年才到期 现在俄罗斯喊暂停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推估 全球总计有12700个核弹头库存 俄罗斯就握有5977枚 比美国的5428枚还要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京动不动就拿核武说嘴 这一次也一样 俄罗斯的核战动贺在起 但是专家分析 这恐怕是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行动 在这一场演说中 普京怪罪西方开战 拖累经济 向伤亡的士兵家属道歉 喊话团结 看似面面俱道激励人心 但是CN分析这简直像是倒退30年 演说洗脑式的同步在俄罗斯国内大内宣 莫斯科街头四处可见真兵广告 透着反美反西方氛围 只是演说的时间点也很巧妙 一来是在乌俄战周年前夕 二来恐怕是为普京的政治声望服务 选在经济制裁冲击缓和之后才演说 以普京的满意度高达八成的民调来看 演说恐怕是为第二年的乌俄冲突 寻求民意支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和声 fren knight吗 爬右微转铭金 声点击破大视 声点击破大视